對老K就是 你到底為什麼不願意道歉啊 你為什麼不肯道歉啊 所以今天就變成這樣子啊 就是老K 你禮拜一就到公司 然後把 把文件處理一下 然後 然後以後就有人在想見 你別打算給我吧 我回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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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無緣 我回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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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憶你 就是對隆隆 我就真的只能說我非常非常非常對不起 我知道你也聽過就是太多次了 然後我我真的很想要很想要幫你處理 就是這個已經持續好幾年的事情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我跟你繼續個人對個人來談的話 好像就不會鬧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我心裡也相信處理的方法會比現在更好 但是後來各種兩邊公司的人來介入 就大家的考量利益衝突想要捍衛的價值都不太一樣 所以事情後來就失去掌握這樣 那除了剛剛博恩講的這些事情以外 就是隔天就是除了對方突然不見面以外 然後他突然換了一個代表人 然後對方反悔在道歉聲明上面蓋章 然後他們在電話上面跟我說的理由是 沒有人在道歉聲明上面兩方用硬的 兩方用硬會被想 那看起來就是我們想要在見面談這些道歉聲明的內容 但對方拒絕見面 然後他們堅持說要我們先把電子檔先傳過去給他們看 並且堅稱說如果是在9月21號星期二之前 我們沒有動作的話 那他們就會有所動作 意思就是我們沒有機過去他們就會有所動作 那坦白講因為他們態度上的轉變 還有針對前面協議內容上面的轉變 我們有點擔心說我們不確定把這個道歉聲明的店長傳過去之後 對方建議公司會不會拿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提出一些想法是說 我希望在就是最底的底線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第三方的律師可以見證所有的談話內容 那我們也不斷強調 我們也希望他們也可以就是帶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起來聊聊看 那我們也不斷在不管在電話上 或者在LINE上面都有講得很清楚是 這個道歉聲明的內容一定是雙方都可以聊 然後也要想要改都可以改 我們大家在當場把對方的立場或者是想法一次投論完 然後我們改完之後他們也同意 然後也都知情蓋章了才會發出去 那坦白說就是後面就是在對方的建議公司完全不見面 然後的情況下就是其實我也很害怕說 對方會就是覺得我們沒有積極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在具體的告知對方之後 然後才會寄出純正信函 那純正信函的這件事情呢就是 坦白說我們並不是真的說要什麼要上法院意圖啊或什麼 而是就很簡單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純正而已 是要證明說我們的確有積極的想要處理這件事情的誠意 那然後這封純正信函我們其實他覺得24號的時候已經寄出去了 那頭第兩次都失敗 那我們這些想法其實是我們沒有人出力 然後也沒有打太極的意思 所以這個段落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對老K就是 我其實只有 真的到最後只有一句話就是 你到底為什麼不願意道歉啊 因為我就是那個小時候 我看到竹葛亮做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沒有必要一次就把馬數殺掉 可是人家接近私手子真的就答不回來 你為什麼不肯道歉啊 所以今天就變成這樣子啊 就是老K你禮拜一就到公司 然後把文件處理一下 然後以後就有人在想見 就這樣 最後想要重生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要說自己沒有做錯 我知道自己有錯 然後我從頭到尾都想要道歉 可是今天我被對方 抹的形象是我一直想要迴避問題 然後我死不道歉 所以我今天才決定 一定要出來做這樣子的誠心 然後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所有的對話紀錄 我不是只截一兩張圖喔 我今天把所有的對話紀錄 放在一個網路空間 然後我全部給網路上面的人看 然後你們看我到底從頭到尾是積極還是不積極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